好 謝謝趙培 大陸民眾對於中共推卸疫情擴散的責任 抹黑美國等國家表示不滿 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情緒 江西南昌的文希說 自從中共武漢肺炎爆發以來 共產黨使盡全力甩鍋 塞葬美國 意圖將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歪曲 諷刺成可笑和兒戲 把外國政府應對疫情的做法 定性為昏庸無能 這樣才能凸顯中共一貫標榜自己的英明偉大 看透共產黨的流氓嘴臉 聲明退出共青團 痴章說 我在此聲明 即日起退團退黨堅決算退 共產黨奴役和迫害中國人民 現在又將CCP病毒擴散到全世界 正義屬於人民 共產黨利益家族綁架全國人民和基層黨員 我堅決與它劃清界限 CCP無法代表我 也無法代表國家 更無法代表人民 一切為虎作倉的人 終將受到歷史的審判